Hello大家好,我是Batman 自从去年圣诞节买了几辆风火轮小车之后 到现在为止 我算是入风火轮坑有两个月了 确实自从入坑之后 收车收的比较凶 这个箱子里边装的不是乐高 都是小车 因为这个收的车有点多了 所以放起来比较整齐 这些天的收车经历 让我觉得风火轮小车的价格差异还是挺大的 就正价来说 一开始我以为这些小车都差不多一个价 没想到里边还有不同的做工 不同的档次 我觉得最近收的这些车 算是把风火轮所有的价格线都覆盖到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什么样的车是什么样的价位 跟我一样刚入坑的同学也可以有个参考 不过首先我要声明的一点 就是这里的小车 不管是稀有车型还是普通车型 不管是主线系列还是特殊系列 都是从商场或者超市里边直接购买的 所以价格都是不含炒作因素的原价 也就不要跟什么淘宝 eBay之类的渠道价格比较了 只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这些车本来值多少钱 而且因为我在德国 有些系列的价格 可能会比国内正规渠道购入的小车 价格要高一点点 大家参考价格的时候 可以降个五六块人民币的比较 另外我之前也做过 一期风火轮小知识的科普视频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戳视频下方的链接看一看 OK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边最便宜的一些车 这些车都是我从一欧元店买的 这一欧元店就相当于国内的十元店 就是里边所有东西都是一欧元 那这些车就相对来说都比较老的 有这个道奇魁蛇RT10 还有尼桑天际系列的2000GTX 一期款的尼桑GT-R 还有95款的马自达RX7 这辆是蓝色的 之前我是买过一辆黄黑色配色的 阿斯顿马丁177 这辆是达斯坦620 达特森也是尼桑旗下的一款车 但是好像在国内没见过 还有大众的TR Pickup Truck 最后是马自达REPU 这个REPU实际上就是Rotary Engine Pickup的缩写 转子引擎皮卡 这些车就都是我从一欧元店里边收来的 相当于人民币大概7块5左右的价格了 之前有同学跟我说 在国内超市里边买这些小车 差不多也就是7块钱或者6块钱这样的 所以这些差不多是同一档次的 主线系列 但是车型比较老 但是有可能你会说 其中某些车型比较稀少 现在淘宝上卖特别贵 当然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总体来说 一般你看到比较老的主线系列 7-8块钱人民币 这个价格就算比较合适了 然后是这些抽抽乐 这些抽抽乐价格 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这边是卖1块9毛9欧元 2欧元大概也就是15-16块人民币这样 但是之前有科普风火轮小知识 那期节目里也交给大家一小窍门 就是如何提前预知 这个抽抽乐里边究竟是哪辆车 不用摸 然后非常的准确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去看一下 这些抽抽乐 我打算将来跟乐高小儿的抽抽乐 一起做一期节目 比较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下面就是市面上最常见到的 最普通的主线系列小车了 德国这边售价 一般在1块6毛9到1块9毛9欧元之间 它不同商场不同超市 定价会稍微有一些区别 大概也就相当于人民币15-6块钱这样 首先是黄色版本的90年AQRA NSX 然后是Nissan Skyline GTR R33 潘迪亚克Firebird 400 然后是本田奥德赛 上面还印着NGK 这火花三厂的名字 大家所熟知的保姆车 是不是就是这辆车 这辆是丰田的A186卡罗拉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那个藤原豆腐坊里边那辆车 这上面还有一块9毛9的架签 但是这架签都已经褪色了 看来这辆车确实也有一定年头了 不过商场还卖一块9毛9 也不减价 55年的Chevy Belair Gasser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车 我只是看这辆车特别的漂亮 所以就买了 68年的Chevy Noah 很可惜这辆并不是超宝 又是一辆90年的AQRA NSX 这辆车是黑色和金色涂装的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顶棚还是完全透明的 又是一辆A186 不过这辆是红色的 保时捷911 GT32S 我之前也是买了一辆 这辆雪佛兰的卡都已经撕坏了 但我还是用原价1块8毛9买来的 好像是 然后是Taginator 这辆还是普保车 上面有原型火焰镖 之前我们在那期科普节目里边 还介绍过这辆车了 没想到后来就被我在货架上面 给发现了 然后是大众的Kafer赛车 然后是16年的Honda Civic Type R 思域神车 怼天怼地怼夏利 是吧 福特 Shelby GR1概念车 这辆车看起来也不怎么概念 兰波基尼 达特森240Z 这些就是超市里边 或者玩具店里边 最常见的主线系列了 价格差不多在167块 178块钱人民币左右 我刚才忘了说了 最便宜的车是这辆车 这是92年的福特野马 然后所属的系列呢 是FATOIGDER YARCENT 这是年代车 这上面还写着居然是德语的 这是90年代的那一款 这个系列我之前也没听说过 但是貌似这个系列 一共是有8辆车 然后每辆车呢 代表一个年代 应该算是那个年代里边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车型了 我是偶然间也是在超市 不是超市 在商场的那个货架里边发现的 就这一辆了 原价呢是1块9毛9 然后最后呢 是5毛钱啊 5毛钱欧元相当于 不到4块钱人民币 3块多就买来了 这应该是我买到的 最便宜的正家车了 而且这车身涂装还挺浮夸的 还特别血液啊 随便画了几笔 还点了几个小点儿 这辆车呢 是我逛另外一个商场的时候 偶然间在一堆破布拉乱的 风火楼里边发现的 这是Speed Machines系列的 法拉利FXX 这辆车呢生产年代好像是2010年啊 距今确实也有一定年头的了 有同学说呢 这辆车也挺值钱的 反正我捡来的时候 还是原价2块9毛9欧元买来的 然后呢 是一辆FosaMotoSport系列的 福特Falcon Race Car 上面还印着Xbox和Fosa的标志 这辆车呢 跟我刚才那辆法拉利呢 都是在同一个商场里边捡着的 那商场我就觉得特别神奇 就是什么特别系列的车也没有 比如说最近的什么黑金啊 50周年的ZAMAC 或者说那日本历史车 什么都没有 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 全是普通的车 然后但是我那天去的话 就在货架第一个明晃晃的一片绿色 是吧 就挂着这一辆车 然后也没人买 我一看就赶紧买来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辆大概是 之前17年初的那个Fosa系列里边的一辆 比较特殊的一个收集车型 叫Chase Model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反正就是相对来说 发行数量比较少的一辆车 他居然就明晃晃的摆在货架的第一个 然后就没人买 这也因为也是特殊系列嘛 所以呢是2块9毛9欧元 大概是2块9毛938 2420 23块人民币这样吧 然后同样是Fosa Motorsport系列的AMC Javelin Lamborghini 然后呢是一个错版的Fosa系列 这个车卡上呢印着是这个Javolin标枪 但是里边装的呢是一辆Lamborghini啊 然后呢是Lamborghini系列的这个系列呢 比较普通的系列了 售价呢是2块9毛9欧元一辆 相当于人民币20多块钱左右 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意大利小伙伴Fabio 帮我纠正这Lamborghini车名字的发音 他还跟我说这些车名字实际上不光是意大利语 还有这个西班牙语和法语 不过怎么说 Fabio Glatzi 他说他平时也喜欢看我的节目啊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看什么 他也不懂中文什么都听不懂 然后第一层就完事了 后边重头戏就来了 然后这一套呢是50周年纪念版的科麦罗 实际上你叫大黄蜂也可以啊 这一套呢一共是10辆车 67年第一代科麦罗 69年的敞篷科麦罗 然后是70年的 81年的这还是个赛车涂装 85年的95年的敞篷版 然后一下就蹦到11年了还是改装版的 然后是12年的ZR1概念车 我们之前好像是买过一辆蓝色的 最后呢是16年和18年款的科麦罗SS 然后我这里是一张国际卡 如果是没办卡的话呢 在后边还写着一小多少话 它不光是庆祝风火轮50周年 它还庆祝科麦罗50周年 但实际上呢 第一辆科麦罗是1967年生产制造的 所以呢今年应该算是51周年 不知道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滑了滑了四十五入一块过就完了 然后呢是ZAMAC系列 这回这50周年纪念标志 直接是印在了挂卡的正面 还有这个车身上面 然后这个ZAMAC实际上是小车合金材质 里边各种元素的手字母缩写 记忆行里边有鲜 有铝 有铁 有铁 顾名思义啊 这个系列小车车身上面呢 都是没有喷漆的 大家看到的呢 都是这个金属本身的颜色啊 我觉得你叫它偷懒系列也可以啊 然后这个系列呢一共是有八款车 分别是这个奥兹摩比斯42 还有71年的稻奇恶魔 还有这个普利茅斯Duster Thruster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车 68年的Copo 克麦罗 这辆是克麦罗概念车 哇这名字好长啊 68年的普利茅斯Barracuda Formula S 最后呢是70年的别克GSX 这个小车虽然做工上挺偷懒的 都不上期是吧 但是看起来银山闪的还挺漂亮的 都是这些 然后呢就是这50周年纪念系列里边 我觉得应该算是重头戏的一个系列了 就是这个黑金系列是吧 看着不管是挂卡还是车身啊 都是以黑色和金色为主啊 看着呢就非常的华丽 这个系列呢一共也是有六款车 首先呢是Bone Shaker Twin Mill 还有这个Roger Dodger 这三辆车应该都是 风火轮比较有代表性的原创车型了 而且极限竞速地平线3里边 那个风火轮的DLC的封面 印的好像就是这辆Twin Mill啊 足见这三辆车多么具有代表性啊 另外三辆车呢 分别是65年的福特Ranchero 68年的稻奇Dart 还有64年的Impella 那这Impella呢 实际上也是雪佛兰旗下的一辆车啊 整个系列呢都金闪闪的 看着比刚才那个ZAMAC系列还好看 其实在这个系列里边 还有一辆稀有车型啊 就是一辆金色的科麦罗 那很遗憾我一直没找着啊 所以一直呢也没有买到 然后刚才说的科麦罗系列 黑金系列还有ZAMAC系列呢 都是今年刚上市的小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50周年的这个噱头 这些小车呢 每一辆的售价是3块4毛9欧元 大概相当于267块人民币这样啊 不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不管是Fozza 或者是这个兰博基尼系列啊 都是2块9毛9啊 贵了大概有5毛钱欧元这样吧 最后呢是这些 最后这些呢是我这次收车的重头戏了 日本历史系列第二期 这个系列呢是有5辆车 首先一样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个日本历史系列的它的这个挂卡 就比我们别的这个小车的挂卡要宽 而且呢材质也要更硬一些 然后这挂卡呢还写着Metal Metal和Real Riders 就是说这个小车的车身和底盘都是金属的 轮胎呢还是橡胶的 没错了 大家看这个做工这么讲究这么细致 是吧 这一辆车要多少钱呢 这边是卖8块9毛9欧元 9欧元相当于大概是60多块钱 快70块钱人民币了 这一辆小车 但不得不说 这每辆车的挂卡设计也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上面还印着这个50周年纪念的标志 这5辆车呢分别是达特桑蓝鸟510 马自达2X3 大家看这个车标还是最早的马自达转子引擎标了 然后是Nissan Fire Lady Z 然后是Nissan Laurel 2000SGX 最后呢是Nissan Skyline C210 哇看这个标志性的车屁股 这个系列车是我买到的风火轮小车里边价格最贵的了 8块9毛9都快10欧元了是吧 属于同一档次的 不管是这个汽车文化系列还是流行文化系列 就都是这种金属车身 金属底盘相加轮胎的小车呢 售价都略有不同 因为我在货架上看到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漫威超级英雄系列 或者是其他一些主题的这个系列 它的售价呢都会稍微低一些 有卖6块多的 有卖7块多的 这个日本系列呢算是最贵的了 8块9毛9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根据这个流行程度啊 相应的做了一些调整啊 不过我所说的这些价格呢 全都是超市和市场里卖的这个标签价格 并不是炒作的价格 这些挂卡画的真是太漂亮了 我都不舍得拆啊 所以呢就买了两套 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呢 跟我一样刚入风火轮坑的同学啊 会对这个各个系列 不同的产品的价格呢 有了一定的了解啊 这些车呢我是收了两套啊 其中一套呢我就是想开封 然后平时呢放在手边玩 或者做节目啊 另外一套呢真的就是收起来了 究竟值不值呢我也不知道 基本上就完全是凭个人喜好 是吧 这个大黄蜂 然后黑金看着这么帅 然后再买给阴闪闪的 这日本系列就更别说了 这个卡画的这么漂亮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说是在这50周年 这几个系列 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纪念意义吧 也是挺巧的 刚入坑就赶上了风火轮 50周年纪念这么一个大年啊 估计后边还有很多 很有收藏价值的车上市啊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两个月收车经历啊 真的让我觉得这个收车的过程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啊 大家别看我这都是两套两套 但其实呢 我去某一个超值 或者某一家商店里边 真的货架上面并不全 并不是说一整套 都是这个只有零七八岁 一两个或者五六个这样的 如果你想把 别说收齐两套 收齐一套 你都得去好多地方 去好多地方转啊逛啊 而且还得碰运气 因为有时候你去晚了 可能你需要的车 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然后像我这样收齐的两套 确实费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感觉这个腿都快跑得弯了 但这两套收齐了之后呢 摆的满满一片啊 看起来呢 确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挺满足的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 后边我还会陆陆续续做 很多很多跟乐 跟乐高了 跟风火人相关的节目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